苗栗移工群聚染疫風暴逐漸的擴大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除了進駐晶圓電子設立的前進指揮所 現在也提出了五大措施 包括外籍移工全面停班 但是薪水照付 避免疫情再擴大 遊覽車開進移工宿舍 規劃一車只載二十人進行分流安置 苗栗晶圓電子爆發 大批移工群聚染疫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緊急宣布五大措施 包括晶圓電子所有外籍移工 停止上班居家隔離 但薪資照付 另外高風險區的移工 安排入住集中檢疫所 中低風險區的就地居家隔離 所有確診者都完成就義安置等五大措施 原警在宿舍門口廣播勸導移工待在室內 休假也避免外出群聚 就派有移工休假違法兼差打工 導致疫情在擴散 就派移工四處兼差疫情擴大到台中 台東市府也派員到各工業區加強清銷 針對於晶圓電子同一間人力仲介公司的移工 共採檢了363人 還有常接觸移工的21名本國籍人員 採檢結果全是陰性 中央道地方針對移工的活動足跡和分流安置 都繃緊神經 不讓移工群聚 使得本土疫情更加嚴峻 記者彭王 許薇 邵宇 黃金軒 苗栗南投 綜合報導